回避的条款 所以这场比赛不可以代表武汉卓尔对回东家的广州库利 这场赛时的主裁盘就是石精录 比赛开始了 穿着橙色球衣就是武汉卓尔 上半场他们是右右攻左 广州库利穿着蓝白衣衫 重左攻右 正下放过长柱进去 库利的禁区内被库利三排两半 亦藤先撞到直线 丁海峰 给迪比利 继续是广州库利的红球 给中间的位置 沙维给了沙巴 沙巴都可以横传 交回给亦藤 再给短的迪比利 现在广州库利在外围 就不断地来到武汉 暂时的球就未实现 好 给深藏地带 沙维有机会一扛 搞定 1-0 广州库利盘借沙卓尔的一球 18分钟领先 武汉卓尔 对于球队的成绩 对于他的赛手组 对于他的状态的保持等等 看来呢 其实经过国际赛 两场球都打开 每次拍之后 这场球回来呢 其实看刚才的走位 和沙巴合作 都不见得有什么 严重的问题 这个当然 就是广州库利的佳阴 来的 继续看回这个入球 比利的时候 沙维就突破了 沙巴 上第一次了 接应的又是他的 同向家好友 沙巴 这些其实也是那句 当他起床的时候 为什么他会知道 他会按摩地坡去附近 而沙维又插进去 因为你插进去很难 插进去接应 摄了两个后备的前面 其实这些就是相互熟悉 这些除了宋志偉 再变回李恒 这些球都比得很短了 没我长意 但是 暂时来说呢 他们的节奏 就很难扯动得到 那个复联的防守的体系 是啊 所以刚才谈论到 巴勒斯达奥的时候 他亦都可以做到一件事 他可以升出来 高位拿球 不过都要那些队友 看得到 用到才行 好像这下这样 升一升一个估算 还有 我想李恒可以提提 几个前锋 就是说 踢柄都要给他们 而他们知道周围 几个尺寸内 没人就要尝试转身 因为你又插出来后场 就变了没什么用 好 这里是熊 一个转身 那刘云 再给公瓦斯 再接下去 有机会 一号 一射过去 好 其实禁居顶外面是犯规的 但是石精路 就被奴隆素 掉了 瓜斯那里 继续去 进去禁居之后 就 拉菲尔达斯华 和巴勒斯达奥 都冲了出来 你可以说 空位是比较多些 暂时我们不知道 有没有越位 是啊 入球的就是 拉菲尔达斯华 好 看见到石精路 现在的现场 都是按着耳朵 在听着 那就看回 尾的时候 应该都没有 预备的机会大一点 那但是 刚才提过 盧林之下 其实都是犯规的 暂时我们 在等待 入球的肯定 但是应该 如无意外 是当入球的机会 比较大 刚才提到 就是说 天气过30度 球队 过一段 少少回一段 很正常的 但是 为什么说 回到不上一段 要回一段 原因就是 看得到 其实速度太厚 是啊 入球有效 拉菲尔达斯 没问题了 先早扎 都是可能 他判断了 幸好 现在看到 公瓦斯 又起身 暂时来说 他走得挺厉害的 但是这边 比赛继续 在右路的位置 看看姜姊文一斩 又不去 有机会 有机会 搞定 沙希荟 又是他 回开移动 我想大家 都不会介意 他连着山长 都大致 无知己法的人 最近沙希荟 真的脚风很純 是啊 好像这些 跌下来 他摸到一个漂亮位置 就摆到保留网 真的 就是门截的触角 真的很漂亮 2比1了 广州富利再到领先武汉卓尔 这个入球 很关键 立完上半场之前 因为已经继续了保持阶段 这边镜头再来一次 当时就弯进去 其实后防都有些错误 因为第一下前柱 其实你是不需要两个人来去 去砍一个富利的球员 而较后 沙希荟也是更加有一个意识 是摄了对方的位置 摄了明天的位置 也不用等明天了 今天就失敗了 好了 主裁判石晶绿 就出来了 结束上半场的哨声 上半场 完场之前 保持阶段 沙希荟再入多球 暂时上半场 他梅开二步 帮助广州富利2比1 暂时领先武汉卓尔 富利那边 其实也有一些教练团队的人 坐在我们前面 他们对于2比1 都很开心 至于另一场比赛 暂时似乎都是0比0 好了 何辉和罗一文在延循秀山 将时间交给演播室的同事 好 各位观众 广州富利对阵 武汉卓尔下半场的比赛 好 开始了 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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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第一个团队 下棋 比赛 比赛 几个接应 等待有沒有問題,希望沒有問題 現在石精露站在小禁區頂 看來問題應該不是很大 我們等進一步確定 再一次,真的很難得 連國際賽三場都演武之起法 但我們現在要等石精露確定 他在等VR房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看看有沒有餘位 應該沒有了 應該沒有問題 因為在射的時候 明天的事今天做 鬥心了少少那個也是明天 一個好球 Cyric上已經沒有止氣法 射入了個人聯賽的第十三角、第十四角 現在現場不開慢鏡 石精露仍然在等待確定 但問題應該不大 應該問題不大 好了 我們在現場看到的積分牌 積分也改寫成為三比一了 剛剛在上週的國家隊比賽日 他代表以色力國家隊在歐洲的預選賽 對奧地利和拉脫維硬 是很大的問題 你看今天講了苦力 他們比雷前面 沙巴龍和沙巴龍 你是很放膽 看到他們兩個自己嘗試去攻門 不怕失球的 去闖 去做 有機會射門 相反之下 你見到武漢卓爾 前面幾個球員拿到的球 很多時候是猜出來的 轉身的 明天日站 一擊投出西馬去 有 拉菲爾達斯華 亦是德王多樣的 這場賽事 他個人梅康爾圖 將悲分收窄到2比3 他走到那邊 就向 王翔爾 今場遠道而來的 湧蹬是致敬的 這波究竟他有沒有碰到呢 就再要看慢鏡 但無論如何比數 又收窄回 去到只是相差一球 3比2 很多王翔爾 球員馬上走到場邊 有什麼淡水 下半場就去了一半時間左右 再來一次 這個傳中波其實 不錯的 應該滑倒 因為這些波 對於門將很難搞的 你不改變方向 他又要顧著不改變方向 一改變方向 這麼近 比他反應 就是比情形隊反應的時間 就很少 很熟悉 還有月秀山體育場 以及富力這次球隊 對李鐵來說 非常熟悉 非常熟悉 多球 斬他們前輸落 一撇散去 這樣又搞定 很短時間 對比武漢翠爾連追兩球 比數就變成3比3了 這次入球的球員 就是宋志偉 想不到兩個傳中波 兩個入球 跳起了 在正面一個無人看管的情況之下 將阿波批一個彈地波入網 好 好 這邊你見到了 沒有出現的球 不是遠道而來的 來的 對 對 再來一次 內彎球 突然間完全沒有人跟著 對 對 對 我始終覺得葉祖桂首先不要踢得太前 因為他走上去好像跟沙巴沙維三個前鋒一樣 其實似乎好像有太前的感覺 其實一換入已經有這樣的感覺 這個就是入球的功臣宋志偉 一斬斜角斬他 這個球高雅絲拿到一射 窄角度射入 結果比就是職安高雅絲 幫助武漢卓爾反超前比分 4比3 嘩 真是戲劇性 戲劇性得很厲害 上場去到一半時間左右 富利在主場領先3比1 想不到幾分鐘之後 現在的比數變成3比4 看完斬下去的時候 武遠慧的拿了下來 在判斷上面出現了問題 因為這個高球下來的時候 一跳的時候 明顯是漏了 說的是江青雲那邊跳錯時間 那麽高雅絲就浪了下來 那麽他都幾冷靜 小小拐拐橫 小小避過黃正宇 小小避過黃正宇 彭借著宋智偉 拉夫爾達斯華 和高雅絲的角度 一球 從1比3來 反個位置 一傳傳中 這邊了 看范文龍 吹罰了手球 范文龍 這很無奈 因為看路好像有 這個速度不可能了 但可能那球滲下來的時候 就撞到他的手 那邊右抽筋 那邊右抽筋 現場就認住 董珠宇 但是另外一邊呢 右抽筋 時間不太多了已經 起行了 他其實呢 就 你說看體型啊 體能狀態 不是真的好 雖然他用過球 他穩定度是高的 好 那看看董珍宇 去斬這個 的佛球 大腳斬上前場的位置 拉夫爾達斯華 被熱騰呢 斬到第一點 旺柏 李衡近來 高雅絲 哇 現場也有些假雞聲出現 就不太好 不過沒有影響到比賽 沙巴的一場傳 好了 外圍的位置 西域 過不了對方 好了 那石晶綠 主裁潘 就唱了結束這場比賽的哨聲 那比較可惜 因為廣州福利 在曾經領先的兩球 情況之下 最後呢 就是一分都拿不到 那麼中賽結構的改變 就值得研究一下 我們都要尊重腕卓爾 因為他們今天其實都是很努力地比賽 幾個死球 或者高球進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